你知道人人都爱吃的云桂川 川菜是怎么做的吗 其实做法呀很简单 今天你出来教给大家 这个玩意儿在我们云桂川那边 它叫大青菜 在你们那边它叫什么名字呢 洗净后的大青菜 咱们先放一房控水杯 接下来咱们烧一锅的开水 一定要得锅中的水开 咱们再少量多次的下入青菜 再用勺子把青菜按到水里面去 让它受热均匀 焯水的时间不需要太久 十秒钟就足够了 赶紧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装入一个洗干净没有油的大锅 或者毯子当中都没毛病 剩下的青菜咱们也是用同样的手法 每天都在用新的浇作菜 就麻烦给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万分感谢 把所有的青菜都焯好水 放入大锅中 用勺子给它按压一下 给它按压得紧实一点 这样子发酵出来的青菜 颜色会更加的黄 最后再把咱们煮青菜的圆汤 给它倒入青菜当中 这个水一定要跟咱们这点青菜平齐 给它盖上盖子 装在一个温暖的地方 发酵多两天 咱们就可以取出来用了 谁取谁用 特别的方便 不管咱们是拿来做酸菜鱼 还是酸汤本油 或者说拿来炒豆丝干豆腐 它都是绝配 两天以后咱们来一起 接针小八